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每天每刻有时间都打我女儿的电话都在关系 但是我每个月都保存把我女儿送话费 我不能把这个号码停 停的话我怕马上有一天我女儿开机了 她会怕我怕好多条信息给我女儿了 据云天群介绍 女儿如意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孩 平时如意出行都会跟父亲随时电话联系 可是2014年7月6日下午两点左右 从不去网吧上网的如意 却跟随中午来家中做客吃饭的陌生男子程首林去到网吧 直到下午5点 才与云天群通电话 而从云先生提供的女儿如意失踪前 网吧门口的监控画面看 从网吧出来 女儿跟随程首林离去后 即不知去向 而画面中的男子程首林却说 云如意从网吧出来后 独自乘坐36路车离开 可是36路公交车的视频却出现故障 未能拍摄到如意上车后的相关信息 那么如意乘坐36路车到底去了哪里 仅一次去到云天群家中做客吃饭的陌生男子 程首林是否说了真话 问一下 老云 这个圈里面的是你女儿 前面那个男生 我跟这个男生素不相似 是我女朋友带他过来我家吃饭 这个小男孩叫做神首林 是他定安老家找到他 他说 他确定他承认带我女儿出去 上网到7点48分左右 我女儿就吵着要回家 那个神首林就送他去搭36路公交车 之后那个车还没来到 神首林就离开一边 后面他说什么之行 神首林就说他不知道 周的怪我不好 一直 神 тел 神正 神